哈囉大家好我是那個 四月底要到了 你們有沒有看一下手機想說 欸四月底要到了 你們最喜歡看但是超級沒有營養的影片要來了 沒有錯的就是我四月份的購物分享 這影片我真的覺得超級沒有營養的 可是我曉得為什麼你們超愛看 所以讓我們話播多說趕快開始吧 其實這部影片我已經錄了第三次了 因為我第一次錄的時候 外面雨下太早 我整部錄完然後我看的時候我覺得音質很差 然後第二部我錄到一半的時候 我相機沒點 我又不想從中間開始錄 所以我這次是我錄的第三次 我真的不要崩潰了 大家不要覺得錄的影片好像很簡單好不好 不是這種簡簡片 這邊前面打哈哈就結束了 拍面真的超人 我現在開始錄第三次了 OK好 那首先我要先說 我這個月我並沒有買很多東西 因為你們都知道我上個月有去宜蘭玩 然後呢我訂了機票 今年冬天我要去美國過感恩節跟聖誕節 所以呢我這個月並沒有買非常多東西 因為很多人想要知道說我都是怎麼理財啊 怎麼存錢啊怎麼規劃啊 其實很簡單啊 就是你一個地方花了很多錢 另外一個地方就少花一點啊 這就是我目前個人的習慣就是這樣 所以接下來這幾個月我會希望可以讓我把自己的購物這一塊的預算降低 對 因為我要留我的錢去出國的時候再花 好 那我們今天的那個順序跟之前有點不一樣好了 我們先從衣服的部分開始 每次都從彩妝 我們這次先從衣服的部分開始 因為呢我四月份買到一個我超級喜歡的單品 就是 你們要想說 不夠就是個牛仔短褲 有什麼好開心的 但是呢 各位你們有所不知 我真的找牛仔短褲找超級久 我找白色的短褲找超久 因為我之前去年我常常穿的白色牛仔短褲竟然被我穿破了 超扯的我竟然把褲子穿破 所以呢我們就一直在尋覓新的一件牛仔短褲 白色的 但是我一直沒辦法找到 因為台灣的白色短褲 不管是白色還是任何色 就是很喜歡把褲子刷得亂七八糟 前面破後面也破 就是整件褲子都破破爛爛的 然後我個人是很討厭那種設計 我個人 我個人不太喜歡那種刷破 所以我就在找刷得剛剛好的褲子 結果被我找到這件了 這件我是在新衣區的Brujka買的 那這件褲子 我為什麼這麼喜歡的原因 我真的覺得它的版型完美 真的完美 我只要試穿 穿完出來我就跟我朋友說 這件版型完美 我要了 沒錯 它完美的部分呢 首先先看一下它的尾巴的部分 它的尾巴這邊刷的是剛剛好 只有下面的地方破 然後這個部分有刷一點 就是不會太多 不會讓你覺得 天哪這件褲子是怎樣 布料不夠嗎 的那種感覺 然後呢 還有一點我非常喜歡的原因 就是它後面這個標籤的地方 是很好看的 因為台灣很多褲子很喜歡 在標籤上面寫亂七八糟的英文 或是 就是很不OK的材質放在這邊 我覺得你要嘛就做好看 要嘛就不要做 所以我終於找到一件 我覺得標籤是好看 它的這個標籤是很有質感的 對 然後呢 再來第二點 它的長度是 我覺得非常完美的褲長 它的長度會剛好遮住 你大腿最粗的地方 就是 不好意思 Sorry 就是呢 它的褲子長度 是剛好 會包住你大腿最旁的地方 因為台灣很多女生 你們可能 比較不敢穿短褲 是因為大家覺得 自己的大腿好像很胖的感覺 所以就會比較 不好意思穿短褲 但是其實我覺得 只要找對的 找對版型短褲 你就完全可以駕馭短褲 不要害怕說 我的腿是不是不夠細 來講錯各位 你只是沒有找到自己 適合自己的褲子 所以呢 如果你是覺得自己大腿 稍微比較肉肉的女生呢 請你們在找短褲的時候 這裡 尾巴那方千萬不要找 有大折的牛仔短褲 一定要找這種 稍微有點A字 或是下面這裡 是沒有把它折起來的 因為這種褲子 在視覺上 你才會覺得它是延伸下去的 不會讓人家 注意到說 你的那個褲管 好像剛好卡在那邊 好像好像很緊的感覺 所以如果大家 你們有種 失去心裡想說 喔我這輩子 對短褲已經沒有緣了 各位 不要氣餒好不好 首先先去把你衣櫃裡面 所有短褲下面有打折的 褲子通通丟掉 因為那種褲子 只會讓人家在視覺的時候 看起來讓你的腿 會更粗的感覺 所以 這件褲我真的覺得 它的剪裁完美 然後再來它後面的設計 是非常剛好的長度 就是不會讓你的屁股 露在外面的那種 因為台灣很多牛仔短褲 後面做太短了 很容易讓你的屁股露出來 見人 但這件完全不會 所以它的那個版型 我真的非常喜歡 它穿起來就是 剛好 卡在 讓你大腿最瘦的地方 然後 你就可以 非常 輕鬆自在的 穿短褲出去見人 不用擔心說 自己看起來是不是很胖 的那種 所以這件我真的 這件買到 非常的開心 我已經可以想像 我今年夏天 你絕對會一直穿就出門 穿一件白色短褲 然後素T就出門 我每天幾乎 everyday都是這樣穿 素T素T短褲 短褲素T短褲 那就出門了 再來呢 跟大家分享的是 其實 嚴格來說這不是我買的 這是我姐姐給我的 是一件 黑色的長褲 它是長的 然後是做有一點 雪紡的設計 然後這件褲子呢 它意外的好穿 因為 這是我姐給我的 原因是因為 這褲子太長 它沒辦法穿 所以它就給我穿 結果我穿起來 沒想到 超級OK的 它的Size 是S號 我很意外的是 我竟然穿得下 而且是非常舒服的 它彈性非常好 你看 腰完全不用怕 太窄還是這樣 因為我不矮 我165公分 就是 不會說很矮 所以平常其實我很少 穿得近S號的褲子 我通常都是穿M號的褲子 所以這件S號我穿進去 非常舒服 然後 彈性很好 重點是很顯瘦 女生就是 一輩子都在追求顯瘦 有沒有 就是你在灌完牌 顯瘦 點進去 顯瘦 點進去 就只要有瘦 就很容易 被迷惘的感覺 好 它就是那一種 會讓你迷惘的褲子 但是它不是假迷惘 它是 真的會讓你看起來 很瘦的褲子 它穿起來 是剛剛好卡在我的腳踝的部分 然後有一點打折 所以我建議呢 大概 155公分 以上的女生在買 然後大概 170以下的女生都可以買 因為我穿起來還有點折 我說170以下的女生 你們都可以去試試看 因為這是在網路上買的 所以我會為我姐說 它是在哪一家買的 然後再把網址放在下面的地方 你們就可以去看一下 那它穿起來真的 很瘦 因為我是一個很討厭穿 牛仔長褲的人 所以我一直在instagram 跟大家洗腦說 Unicore的牛仔長褲 真的很好穿 因為那真的是我穿過 我覺得非常舒服 非常好穿 然後用 又不會讓你看起來很胖的 牛仔長褲 所以這件呢 我現在也很常在穿 而且它的材質是透氣的 不會說 喔你夏天穿不了的那種 然後呢 它是內搭褲的材質 是做縮口的 但是它的後面有做兩個口袋 然後 前面的地方又有做扣子 所以呢 你就算整件 整個屁股露出來的件子 你也不會覺得 很奇怪 因為有的內搭褲 它就算做假口袋 你還是會覺得怪怪的 但是這個 它是讓我可以很安心的 可以直接當成 下半身穿 就是你不用刻意 一定要穿長半 才可以出門的那種 所以這件我很喜歡 你們可以 有興趣的話 去連結的地方 那我覺得你只要 不要太胖的女生 都可以穿一次號 絕對沒有問題 因為它彈性真的很好 相信我 我穿過很多件了 這個真的很棒 再來呢 跟大家分享 我買了一個墨鏡 登登登登 有沒有 覺得還不錯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墨鏡 做得很好 這個 首先你們 你們先去猜一下 你們現在先按暫停 下去留言猜說 這個多少錢 給你們10秒鐘 下去留言 快點 要去喔 去留言猜說 這個多少錢 給你們10秒 猜猜看這個多少錢 登登登登 我要公布囉 有沒有猜猜 這個 只要90元 超級便宜的啦 真的超便宜的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設計很好看 我是在FORROR21買的 因為我今年冬夏天的時候 我一直想要買這種 就是有反光的墨鏡 就沒想到 竟然 就是讓我在FORROR21找到 我是在它Sale的地方找到 一個只要90元 各位 超級無敵划算的啦 我這時候 我這個一買回來 然後我就去我媽房間 我就說 你猜看這個墨鏡多少錢 我媽說 哎呀滿好看的啊 應該不便宜吧 我就說你猜猜看 就說 至少也要500吧 我就說 只要90元 超開心的 這完全是挖到飽的感覺 因為它在特價 所以如果大家 你們現在 此時此刻看到這個墨鏡 立馬 隔天 禮拜六趕快去買好不好 因為 我是在上個禮拜買的 所以你們現在去信醫學FORROR21 可能還有機會會有 所以趕快去找 我真的覺得這個很好 它的版型 它是做雷膨的 哎呦 它是做雷膨的設計 就是 就是 是一個我覺得 還不錯 的感覺 因為我今年冬天 我有講冬天 我今年就是一直在找 結果就被我找到了 而且還是有這麼划算的價格 找到了 就覺得 非常開心 我乾脆就帶著這個 跟大家錄影好了 就是你知道 在室內還要帶墨鏡 的概念 好接下來呢 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先從彩妝的地方 跟大家講 我這個月買的彩妝品 有一點點 那首先跟大家分享 這個是 VA的粉餅 那這個呢 其實是我在 三月底的時候 我就買了 但是那個時候我覺得 我還沒有用過 沒有 我不知道那個心得 所以我沒有在上個月 跟大家分享 所以這個呢 我已經是使用整整 超過一個月的心得 那我們現在來跟你們 跟你們分享 那它這個是 妝自然的那個粉餅 PTT上面的這個 對這塊的評價很良極 有一派的人說 這個非常的好用 說它的粉質媲美 專櫃的感覺 另外一派的是覺得說 喔它超難用 很乾啊 什麼的 但是我自己用完一個月下來 我是覺得還不錯的 首先呢 它讓我覺得還不錯的點 是它的粉質很細 這個 它的粉你擦上去 是不會讓你覺得很厚的感覺 我這樣擦你們也看不出來 因為它是皮膚色的 就是呢 它擦上去的時候 會有一種 讓你有Photoshop的感覺 就是你擦上去 臉看起來就很無瑕 但是呢 我對它有種又愛又恨的感覺 愛的地方是呢 它在我皮膚狀況很好的時候 擦上去會有一種 好上加好的感覺 就會覺得你的皮膚超級無瑕 但是它如果在你皮膚狀況 比較沒那麼好 就假設說你可能有點痘痘啊 或是有一些粉刺的時候 它就會 讓它有一點點的卡粉 不會說到非常嚴重 但是就是會有一種 稍微有一點小均裂的感覺 所以呢 我在用這一塊的時候 沒辦法直接乾傷 我一定要先上保養品 我才能用這個 我就一定要上乳液之後 才能使用這一塊 對 然後呢 我自己用的方法 我在臉頰這兩邊 因為我臉頰沒有痘痘也沒有粉刺 所以我這一塊在使用臉頰兩側的時候 是完全很無瑕 就會讓你皮膚看起來有一種 營造出好像你天生皮膚就很好的感覺 所以呢 我使用的方法就是 我就直接拿這個 它的粉撲有 粉撲有兩面 一個是有龍毛狀 然後另外一面是 就是 那個 一般的粉撲 拿下來 一直覺得頭好像很大出鏡的感覺 對 然後我使用的方法 就是 拿出一般的這一面 直接這樣子 很大裂勾 然後就直接擦在 你的臉上 直接擦上來 額頭的地方也是 像我現在額頭有一點出油 它用上去會直接 蓋過去 就是Hold住的感覺 就是我覺得這點很棒 再來呢 鼻子的部分我會比較小心 我會這樣子 沾粉以後 然後用壓的 是直接把它用壓的上去 我不會這樣子勾 因為這樣勾很容易看起來 讓它那個 就是讓你臉上有瑕疵的地方更明顯 所以我會這樣子 輕輕按 就是慢慢的 不要一次上很多 這樣很容易會有破綻的感覺 所以 這一點 鼻子兩側的地方 我是用壓的 那 我對它的感覺 是我覺得它還不錯 就是粉質很細 然後呢 控油的地方 我覺得是還OK 不會說到 好像非常好 好像你夏天出去一用 就是整個油都Hold住的感覺 沒有到那麼誇張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是混合機 或是乾淨 用這一塊就很足夠了 我現在都是把它拿來當最後一道 當定妝的 的步驟使用 然後 出去補妝的時候 也是使用這一盒 PTT上面有很多人說 他們的這個蝴蝶的盒子很醜 我自己是覺得還好 也沒有到那麼醜吧 就是他們一直說 這個盒子非常的醜 那我是覺得還OK 還是我個人包裝性比較大 我是覺得還不錯啊 也沒有到還不錯 就是我沒有什麼感覺 對這種包裝 就是粉盒啊 沒有什麼感覺 我是在它的一個套組裡面買的 就是它有盒加瑞加稀油面質 總共只要 我在TOMOTI買77折扣下來 只要200多塊 所以我覺得很划算 然後就是 學生用錢不會有太大的負擔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們有在找蜜粉啊 定妝的 之類的朋友 你們可以去試試看這個 就先去試試看 你們覺得這個粉質 你們自己覺得歐不歐OK 然後再去選自己的膚色 這樣子 就可以 知道說 這塊你們適不適合 所以欠記 一定要先試試看 再決定喔 再來呢 我買了一個口紅 是Intergrade 這一支 這一支 我非常的喜歡 它這個色號是PK264 就是我現在嘴巴插的這個 它是 裡面是做有點像蠟筆的形狀 很可愛對不對 是很像蠟筆的頭 然後你轉出來就可以直接上 它 它 我喜歡它的原因是 因為它上起來不會乾 就算你今天沒有上護唇膏 直接用這個 我也覺得 不會讓你很像卡死皮的感覺 所以 這點我很滿意 然後它的色號 它長到我記得有七個顏色 它七個顏色都非常非常適合大妝 因為 像 可能很多歐美系品牌的口紅 它們會出很多顏色是 就是 你平常沒辦法擦出去走在路上 就可能紫色啊 或是 桃紅色 非常螢光那種紅 那種色 你一般人沒辦法擦在外面 但是這個系列 它七個顏色的 都是非常 就是很自然的那種 你們可以 上班的時候可以使用 出去玩也可以使用 然後有重要場合的時候也可以使用的顏色 所以 我覺得這個很好 而且它也很便宜 只要兩百多塊 所以 大家你們如果有在找口紅的話 可以去試看看 再來 我上一次跟大家分享 ASSES的開箱的時候 我沒有跟大家 試色這一個眼影 所以我現在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上一次不是有那個小瑕疵嗎 所以我就跟他們的那個 私訊問他們 他們就 人很好 就寄給我一塊新的 所以我就拿出來用了 那 首先我要先說我覺得 這一個 這一塊眼影的粉質 不是說到非常好的那種 就是它是我手邊裡面 不算是最好粉質的眼影 但是我覺得還是很值得的原因 是因為它這一塊兩個顏色不到兩百塊 而且它感覺出來它裡面的量很多 所以以一個不到兩百塊的眼影 然後以對它的粉質來講 我覺得是很OK的 而且我現在常常就是使用這兩個顏色 這兩個顏色 就可以直接出門了 試在手上給你們看 就是它的顏色也很顯色 這個 粉紅色這個我都把它拿來當作搭底 然後下面的這個 咖啡色呢 我就把它拿來做眼尾的夾牆 這樣子 給你們看 就是 我覺得這兩個 就是非常基本的顏色 這樣搭起來就很好看 的感覺 所以我現在常出門的時候都是用這個 只要兩個顏色就可以打造出很好看的眼影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們是學生啊 很值得買這個 雖然說它的粉質不是到說最好 但是我覺得 以一般人來用 講是完全沒有問題 如果你不是很care說 我的粉質應該很細啊 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這個已經很OK了 所以 推薦大家可以去試看看 然後 有很多網友跟我說 他們 找不到assets很貴 因為assets他們在 台灣的去城市也沒有到非常多地方有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們真的有喜歡的話 你們可以 截 就是截圖 截我上個影片的圖片 然後去說 喔你想要哪一個 就直接跟他講品名 然後我記得他們的那個官網是 399就免運 所以其實也很好 就是你大概買兩三樣東西就可以免運了 你們可以去私訊問他們看看 我不確定他們現在可不可以這樣子購買 因為我之前是私訊購買 但是我相信 如果你要買他們應該是 不會拒絕吧 有人 有 店家在做生意 人家要買東西 可以說不要的嗎 我覺得應該不會吧 所以如果你們真的有想買的話 可以去看看 那我上一次買的東西我真的覺得很超值 就是這塊打亮 然後這塊 腮紅 都是我現在每天 每一天都用 我真的沒問題 再給你們看一次這個 好像大家最 對這個 打亮的有興趣 你看 你看 它就是會在不同光下 然後會有不同的光折出來 你看 像這個 就很閃有沒有 然後就可以把它這樣插在這邊 然後 就會有一種 自然會有一種打光的感覺 有沒有 自己營造出打光的效果 對 所以這塊 非常的推薦大家可以去找 真的 超便宜 因為這三塊都是一百多塊的東西 但是他們的 他們表現出來的感覺 是不會讓你感覺像一百多塊的東西 所以 真的很推薦大家可以去買買看 嘎去 嘎去 好 我們以上 正經的東西都結束了 先介紹一點吃的好了 因為你們也知道我是一個 很愛吃的人 所以呢 跟大家來分享 如果你有看Vlog 就知道我買了這個 沒有 這是Compost的那個 起司 起司的餅乾 那這個是我媽她本人非常愛吃的 它裡面是這樣 小包裝 其實你在全聯啊 那些都可以買到 這個 它外格是長這樣 那這個它的起司 唉唷麻煩了 長這樣 它起司會非常的濃 但是 它不會說到 讓我覺得 超愛每天都一定要吃的那種 但是它是一個讓我 兩三天會想要吃一吃的那種 等級 不會讓你像每天吃 但是 就可能如果 滿分有五顆星 我給它四顆星 四到四顆半星的那種 對 我喜歡吃這個 打開給你們看 它裡面是 就是 就是 它名字不叫Compost嗎 它裡面就是 這樣子 一個 一顆小小的 然後 這很好吃啊 自己吃起來有沒有 爆 不小心就放到嘴巴裡了 就是這樣 它裡面是 有夾心 然後這個是起司口的 嗯 很好吃 這很好吃 而且你在 Cosco買的時候 超划算的 它這樣子 一盒 三百多塊 你平常 在全聯 或是 一般超市買的話 一小包 可能就要三四十塊了 所以 如果你們有去Cosco的話 一定要去買這種 大包裝比較划算 再來呢 拿錯這個我自己覺得有點 羞怪 所以 我買了 就是 大家去宜蘭玩一定會買 這個 宜蘭餅 牛舌餅才對 這是牛舌餅吧 我超級喜歡吃牛舌餅 超愛 硬的 軟的我都很喜歡吃 然後我買的這個是 奶凍卷 那個 諾貝爾的 我是買諾貝爾的 魚蛋 我真的覺得 這很觀光客 就是觀光客 你就會買這種東西 我是觀光客啊 怎麼樣 所以 我就買了這個 然後我要跟你們分享我最喜歡吃的口味 一個是鮮奶的 一個是豐糖的 這兩個口味是我最喜歡的 它還有很多口味 還有什麼起司啊 然後還有什麼 蔥的也有 鹹的也有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 我其實原本很想跟你們分享奶凍卷的 但奶凍卷已經吃完了 這個是我家景勝還有一點的 這個真的很好吃的 就是 我去宜蘭一定會買 但是我又不會想要說 噢我要打電話叫宅配那種 這種東西就是 你知道你出門玩 就會覺得 噢一定要買一下 買回家吃 那種感覺 就是久久吃一次 你會覺得很開心的那種 對 如果你們要去宜蘭玩的話 記得要去買喔 在車站附近都有 非常方便 其實要吃了就很開心有沒有 那 今天 簡短的分享 好像也沒有很簡短 我真的畫很多 每次畫都太多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那我們現在每個禮拜三跟禮拜五都會有新的影片 大家 有沒有覺得最近的影片出場率很高 我真的覺得我 喔 對自己感到很佩服 我怎麼可以一直生影片 好厲害喔 我真的 就是現在 假日都還要剪影片 就 少看了很多美劇 對 那就是這樣子 那 不要忘記 如果還沒有訂閱我頻道的朋友們 可以按下面的紅色按鈕喔 訂閱我 就可以得到我最新的消息 那我們下個禮拜見囉 掰掰 哈囉 謝謝大家看完今天這支影片 今天的影片 我真的覺得內容好像很多 有沒有 就是又有衣服 然後又有吃的 吃的還很多 然後有化妝品 是不是非常的豐富呢 是不是 是不是 是 就在下面留言說是 有沒有 好 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的影片 我有在想要不要再出頭髮的 因為 我應該這個禮拜就是去剪頭髮了 所以我在想要不要出綁包頭的影片 可是我又怕 大家想說 連續都有綁頭髮的影片 是不是很無聊 唉 我考慮一下好了 那如果各位還沒有訂閱我頻道的朋友們 可以按你們右邊的紅色按鈕就可以直接訂閱我啦 那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下個禮拜見囉 掰掰